如果賴先生賴燕林代表的不是台北市政府 而去做了這個所謂的假設性的一個問題 去跟廠商講 你不要吵啦 柯文哲選到錢我要害你 柯文哲如果沒有選到錢可能拿不到 那這些錢這些數量 如果依照台北市是沒有任何的一個賬物的話 那賴燕林他的心態可以啊 你跟我講沒欠他錢 以法律打官司的邏輯 我沒欠你錢我為什麼要還你錢 但是賴燕林是不是從中五千萬裡面 他是有利可圖啊 首先我要請兩位法律人 後面兩位是法律人 先站著聆聽我說的內容 市長 賴燕林在2018年11月12號 如同四叉貓所說的 他去跟廠商講不要爆料你們台北市政府欠五千萬的事情 有沒有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情我都不曉得 好你不曉得沒關係 賴燕林當作身分是台北市政府的代表 市長我現在鄭重的問你一件事情 到底我們有欠人五千萬嗎 有欠人五千萬嗎 因為我這一兩天才聽到這個消息 我覺得最驚訝的是什麼 賴燕林是研考會怎麼會跟這件事情有關係 你只要回答我洪建議一件事情 全國都想了解台北市政府到底有沒有欠人家五千萬 等一下你往後退我現在問市長 你現在問我一定說沒有 因為如果我們 政府的廠商的主張 你不能一個路人來說 柯文哲你欠我五千萬 所以柯市長我再問一次 我們有沒有欠這些燈會的協力廠商五千萬 應該都付了吧 好你現在正式的回答說沒有 那為什麼賴先生會在二零一八十一月十二號 代表台北市政府去跟他們講不要爆料 不然你選舉選不上 為什麼 我也覺得很奇怪 好你覺得很奇怪 後面兩個法律人 其實法律很簡單 如果賴先生賴燕玲 代表的不是台北市政府 而去做了這個所謂的假設性的一個問題 去跟廠商講 你不要吵啦 柯文哲選到錢我要害你 柯文哲如果沒有選到錢可能拿不到 那這些錢這些數量 如果依照台北市是沒有任何的一個賬物的話 那賴燕玲他的心態可以啊 市長要不要告他 這很奇怪為什麼這件事也會扯 對啊你也很奇怪 你跟我講沒欠他錢 以法律打官司的邏輯 我沒欠你錢我為什麼要還你錢 但是賴燕玲是不是從中五千萬裡面 他是有利可圖啊 不然他為什麼要去跟他講 你不要吵五千萬告訴我給你 市長對不對 如同你講世大運 世大運當時候我們的秘書長是誰 你跟人家講說無利可圖所以他離開 那賴燕玲為什麼無利可圖的情況下 他要去承諾廠商要給五千萬呢 而你當選完事實上證明一件事情 你贏三千多票在上一屆選舉的時候 連任的時候 那個是低空飛過 如果這件事情如同賴燕玲所講的 爆料出來了 如同市長所公佈的錄音檔裡面 你柯文哲今天哪有資格站在這裡 沒有 我再問你一次 到底台北市政府有沒有欠人家五千萬 不會啦 欠錢就繳了 好 沒有 你們就對賴燕玲提出告訴 不然的話就是賴燕玲胡說八道 企圖影響選情讓你今天站在這裡 你到底給賴燕玲多少好處 沒有 他為什麼要去編這個謊 這個更奇怪 我跟你講 這個事情我是不知道 我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他也不是他的業務 怎麼會是他去 後面兩位法律人麻煩你 副市長你當時候還是選4億元 為什麼這件事情這個邏輯這麼奇怪 沒欠人家錢 賴燕玲要跑去講 白痴 麻煩你他們的10157的智商 回答台北市政府所有的官員 以及台北市民 台北市民不是笨蛋 無力可... 過雲 每天都在想要的 兩位法律人家 兩位法律人家 是 為了